我的乖乖 看这个大宝贝 太帅太风骚了 终于终于喜提新车 我先带大家绕一圈好好看看 看看这个外观 霸气潇洒 我得过一过一看这车头 我特别喜欢这种 前凸型的这种车型 这两个黑咕隆咚的口子是上下铺的窗户 待会儿到内部看一下 再看看这崭新的细节 哇 蹭亮的烟草 给它来个最帅的角度 哪个角度都很帅 就是喜欢新东西 其实后面这个trailer也是新的 看这黑漆漆的轮胎 上面还带着油呢 在新车的衬托下 我自己也变得帅了 轮胎盒超深的 这是这个卡车的后面 特别喜欢这种重型机械 这种冲击力 力量感 哇 爽 老爽 老兴奋 待会儿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么兴奋 哇 先看看主屋空间 这里面装的是那个反光三角形 如果你的车在路边有故障了 你要把这个三角形竖起来 上车 这台沃尔沃是2021款的新款 好 座椅可以调一下 座椅的运动质感很强 搞得我很没见过市面 跟没开过卡车似的 先走这个角度 看看它的驾驶室 设计的比较有科技感一点 我来个去 来看看它上面的储物空间 不是特别大 也不是特别的完整 是个三角形的 这上面是半开放式的储物空间 放一些文件什么的 中间还有一个敞开的储物 东西不会掉吗 同样这边是这样的 一样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 手套箱 没有吗 再要看一下这个座椅 坐在这个角度 近距离的来观看一下 这个操作台 哇哦 现在才跑了 423 这边是很多工农件 还有收音机 它的档位啊 按键式的 这上面是USB接口 这个是车充插口 这上面可以放手机什么的 它有一个防滑的 空调出风口 两个气刹 下面 同样是车充的插口 两个水杯架 这也可以放东西 也可以放水杯之类的吧 侧着放 下面的刹车 和油门 搞笑的是它的这个 方向盘的升降 需要踩这个 才可以升降调整方向盘 其实我想吐槽一下 这个 它的工农件的设计 大家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是不是发现 几个比较重要的 紧急需要用的按键 你不能一下都找到 比如说两个气刹 被这个方向盘挡住了 至少挡住了一半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 说实话 我开沃尔沃 开的次数不多 我现在我想找那个 叫什么 紧急灯 我一下找不着 其实它在哪 其实它在这 按键是有点小 而且 从我这个正常的一个视线 来看的话 完全是被挡住的 这两个按键 竟然是假的 所以你看它有很多假的按键 从它这个按键设计 能看出来这个车 毕竟是 欧洲的车 欧洲人的一个设计思维 有点含蓄 不是那么的简单 直接 明了 我就很纳闷 你这些按键去掉不行吗 把其他按键 实际大一点不行吗 你设计这么小 密密麻麻的 也没有见得好看 对不对 而且它用按键的形式 来设计这个挡位 离得有点 是不是觉得有点 你看 你在开车 换挡在这 开车 换挡 Fran Liner 它的挡位的设计 是跟这个 Engine Brake 这个挡瓣 这个瓣 是结合在一起的 往前拧 前进 往后拧 倒车 往中间 就是空挡 够合理一点 这个还要分两个地方 我之前呢 一直都是开Fran Liner 特别的羡慕 向往 想开一把 沃尔沃 然后到这公司之后 也开了几次 现在发现 其实并不是自己 理想中的那个样子 今天就借这个视频 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这个沃尔沃 Fran Liner 它在设计上 在真正的使用体验上 有什么不同 像我刚才也大概的 讲了一点点 OK 我们先从这个角度 看一下 Slipper的一个空间 我们先从储物空间 讲起 这个很狭窄的东西 是一个 小衣柜 挂你的衣服 厚衣服挂不了两件 它的上方 这个里边是放什么东西的 我有点搞不明白 这个地方很明显是放电视的 但是不是所有司机 甚至可以说是很少有司机 会把电视 就是真的就装到卡车里面 但你要明白 如果你不装电视的话 这后面的空间 基本上就废了 虽然它可以往后收 即便你往后收了 这个地方你说能放点啥呢 放个电饭宝 上面 这个地方竟然它 竟然不是一个出屋空间 不能放东西 上面有两个出风口 OK 我们来看这边 这个地方很明显 是让你放微波炉的 里面有插座 然后下面 可以放杯子什么的 这个小地方呢 是个冰箱 有点太小了 我不明白 这个东西是干嘛的 你把它拉出来之后 首先这个平面 覆盖的不好 你看露出这个 就显得很硌手 很碍眼的感觉 这么小一个地方 是吃饭呢 还是 还是 就是 写字啊 还是放电脑在上面 都不太的 不太实用啊 这块 what 怎么回事啊 再者 你看这个高度 连个咖啡机都放不下 也没有固定咖啡机的位置 这是下铺 上铺的床 被那个收起来了 我给它先放下来 总体上来讲 这个沃尔沃的 储物空间 是比较狭窄的 举个例子 像这个 之所以说它鸡肋 是因为它即使放回去 这个空间也没什么 特别就放点杂物呗 但是如果是 Franliner的话 它是在冰箱的上方 这个东西可以完全的 把它收到贴着墙 这样的话 上面一个平台 你就可以固定个咖啡机 放在上面 就很有用嘛 而且我好像没有看到抽屉啊 没有放杂物的一个 小抽屉 没有找到 你看这个地方设计的 共加的积累 这个能放什么 这个能放书 谁还看书啊 现在 能放一些 积累起来的文件 还有这边也是 也有这样的空间 时间长都成为一个 藏屋纳垢之地了 刚才说到这个储物空间小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的床要大一些 它整个车头的长度 跟Franliner是几乎没有区别的 那既然前面驾驶室差不多 这个地方小 它必然床要大一点 床要舒服一点 一个有取有舍吧 值得说明的一点 我先来体验一下这个床 这个床特别软 比较符合美国人的喜好 他们喜欢睡 这种比较软绵绵的 就是感觉软的背上 就有点不得进的 就值得说明的一点是 这个上下铺之间的距离 比较窄 换言之就是上铺的位置 不是特别高 其实这是一个好处 这样的话上下铺都可以睡人 像Franliner的话 它的上铺床相对要窄一些 而且它上铺放的特别高 这样的话 如果车在行进的状态 你睡在上铺非常的危险 而且狭窄也不舒服 那沃尔沃这个设计好处就在于 上下铺都可以两人平均分 睡上铺开车的时候 其实也照样可以睡 因为它有安全绑带 也没有问题 它的宽度跟下铺的宽度是一样的 就是睡起来舒适度也很好 这是下铺的窗户 上铺的窗户 都可以打开 不是完全打开 半打开 这有个沙网 铁网 这样的话可以通风 这一点就比Franliner要高级很多 下铺的侧面 有一些工农件 可以远程锁门 开门 开这个车门 也有USB跟车窗的插口 这下面可以放一些小东西 音响 这个灯 很亮 有三个 有一个设计 大家来评价一下到底好不好 这有个小桌板 手桌板放在这 我远距离看一下 你人 就是你说人在这头吗 如果人在这头的话 这小桌板放着电脑 一些娱乐的电子设备 也还是可以的 我看能不能打大一点 放电脑半躺在那看电视 比较爽一点 你说我要想坐着吃饭 咋吃呢 难道真在这个地方吃饭吗 别逗了好不好 咋回事 这还关不上去了 这可是新车呀 这个地垫呢 确实放上去显得车里边好像高级一点 它有防滑 其实人在车里 它能滑到哪去呢 但是它忽略了一点 这个地垫不太好清洁 容易藏一些小灰尘小沙粒 索性是你可以把它拿掉 这是不是放的有点太靠前了呀 沃尔沃这个品牌呢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它来自于北欧瑞典 它的旗下卡车这个产品 在欧洲以及北美都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在美国呢 如果是从市场占有率上来讲的话 它没有Friendlander的占有率高 一般的大公司采用的车型都是Friendlander 因为它的价格啊 实用性啊 就是总结来讲 就是经济适应性要强很多 但是这个沃尔沃呢 它毕竟要贵一些 维修啊 实用成本要高一些 所以在大公司啊 采用Friendlander 作为它的主力车型的并不多 但是像咱华人公司老板啊 还是比较喜欢买这个沃尔沃的 可能比较吸引人 也能招司机 那比较好招司机吧 还有就是它可能这个稳定性会更强一些 我之前开Friendlander是在那个公司 也很新的 一年多一个车 如果大家看我之前视频应该能够看到 也出现过很多次问题 就是Friendlander 它的电脑系统 尤其是新款电脑系统不是太稳定 我个人大部分时间开的都是Friendlander 沃尔沃尔开过有十来次吧 给我的感觉就是沃尔沃尔 它的发动机更安静 它的动力更柔和 但是同时又很有力 Friendlander它的动力 开起来就很冲的感觉 发动机 尤其你当你用这个engine brake的时候 发动机轰轰的响 很吵 总体的驾驶的舒适度来讲 还是沃尔沃舒适度更高一些 它的座椅我也感觉更舒服一些 它的这个方向盘啊 的质感也更好一些 但是从这个使用性的角度来讲 我认为Friendlander更胜一筹 首先它的这个驾驶操作 功能件简单 直接 明了 很容易上手 还有它后面的储物空间 很充分 很多储物空间 尤其适合 长途team的 因为你要带不少东西 吃的什么衣服 什么之类的 咱也不是老司机 也只能从这个表面上 浅显的去给大家分析 对比一下 这两个主流车型的差异 也希望就是有 比较资深的老司机 或者是对卡车比较了解的朋友 能在视频下方留言 来给大家普及 更多的相关的机械 相关的知识 OK 视频拍完了 咱也不能赖在人家车里不走 解释一下 我开头卖的一个小关子 这个车不是我提的 是我公司的老板提的 但是我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是因为最近公司提了 连这一台 是四台全新的沃尔沃 说明老板做的越来越大了 市场行情也比较好 这样的话咱就有饭吃 我是坐local司机 专门给这些长途司机提卸货的 你想一想 这个长途车数量越来越多 那我的活是不是越来越多 我以前一天能干两单三单 我是不是有望一天能干三单四单 甚至干五单呢 我是不是我的收入 就能有所提高呢 所以这是我为什么这么开心的一个原因 而且我确实比较比较喜欢新卡车 无编子 但是我听说哦 你可以跟那边没事的 但是你太吵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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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